很希望他在台灣的時間能夠停留久一點 特別不要停留在台北 也應該到台中來走一走 他如果來我相信可以把他養的體重胖一公斤沒問題 請問一下說中山有沒有預計是一點要跟部長見面的 目前我們還沒有收到細節上有相關通知 那我們也是在媒體上看到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評論 所以中山會知道他已經要來立法院開會了嗎 目前來講看起來他到台灣來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我們都會配合國家配合外交部來做相關的這些準備 那當然最後也要看他最後可不可以成型 但是站在立法院的角度 我想我們歡迎所有對台灣友善的這些國際的貴賓 那我想裴洛西議長長期以來支持台灣支持民主 特別對人權議題的關心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那裴洛西議長的發言對於台灣多所肯定也表達強烈的支持 所以他絕對是立法院的貴賓絕對是台灣的貴賓 所以我們會結成熱誠的歡迎這個貴洛西議長的到來 過去的他的發言對台灣民主的肯定 特別是他對人權議題的關心 我想這個都是普世的價值 那特別是他在議長任內這個通過也好 支持台灣的言論也好 我想這些都是台灣很珍貴的這個友誼的表現 所以我第一個會代表台灣來謝謝他 對台灣的這個支持 那我第二個我想表達是台美關係的友誼 遠遠流長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要持續的深化台美的關係 然後共同為民族人權這個普世價值共同來奮鬥 那第三個我當然很希望他在台灣的時間能夠停留久一點 特別不要停留在台北 也應該到台中來走一走 我想台中這個市民朋友也都會很歡迎他 那台中有那麼多好吃的東西 所以應該他有機會可以到台中來看一看 來走一走 我來親自當地陪 來陪他這個油片台中 會邀請他來台中吃什麼東西 很多台中的這個肉圓啊 清水的米糕啊 然後台中美食 對還有我們的珍珠奶茶 這個我想都是很有特色的食物嘛 所以他如果來我相信可以把他這個 養的體重胖一公斤沒有問題